对于飞燕帝的这艘撕掠舰来说 短短十秒不到的时间 事情就朝着失控的方面演变 没有升华者阻拦的情况下 即便是正规海军 面对伊恩时也像是羊入虎口 毕竟 他们面对的是可以和第二能级正面对战的特殊个力 战斗力强到超乎常理的存在 想要挡住他 可以 但最起码要派上一个配合默契的八人小队 但哪来的八人 即便是军队中升华者的数量也不可能遍地都是 金戈牙五千巡波舰式的辉煌乃是为了对阵百年一遇的海魔虫黑潮 使清国之战 自那之后 金戈牙全面裁军 仅仅维持了700位巡波者的常规编制 当然 这不是说整个海军就只有700位升华者 实际上数量数被布置 但主战精锐和辅助部队的计算方式不同 半个生产者与托产职业升华军人更不能一概而论 飞燕帝自然不可能在海军上比金戈牙还强 两艘高速战舰上一共有两位战斗升华者和三台海战凯装 这已经是相当强大的武力 在指挥者看来 两艘护卫舰 三台凯装 两位升华者足够镇压 白雾主教 重伤未遇的戈赛大师以及伊森加德和伊恩这两个年轻人 结果未曾想 一艘护卫舰中途就差点被击沉 三台凯装能不能缠住白雾主教不好说 最起码剩下来的那一艘护卫舰 似乎挡不住伊恩一个人 不过 经过这场骚乱 飞燕帝的升华者终于搞明白局势 出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舰长 左边 有人高声爆点 不仅仅是提示舰长 也提示了伊恩 少年抬起头 他看见自己右侧的舰桥处骤然发生了一场爆炸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就从爆炸的水雾中飞扑而出 这位舰长身材高大无比 简直就像是肌肉坦克 而他周身闪烁着淡青色的风属性原质 狂风层层增压 为他提供了更胜过这魁梧体型的庞大力量 他手持的武器是一柄长棍 上面满是鸣克有名文的卯钉 伊恩在短时间内看不清其具体的名文结构 但是他看得出来一些和火与加热有关的名文 这根棍子敲下来 应该会爆炸 特制武器吗? 伊恩根本没打算硬抗 即便他是沙凯学徒 而且似乎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点 但他也没打算暴露在这里 少年猛地一跺脚 整个相册后冲天而起 规避了对方居高临下的突袭 轰! 舰长手中金属长棍重重地抽击在甲板上 一次剧烈的高热空气膨胀加热了周边的水雾 制造出一次声势浩大的爆炸 船甲板居然被这一棍直接敲破 一个大洞出现在船面之上 这威力令伊恩也都暗暗心惊 他不是挡不住 但是却未曾想 风属性的强化居然可以让一个第一能级爆发出堪比炼金炮弹的威力 再加上爆炸明文 被这一棍子命中 即便是他也只能暴露真正实力了 不能小看其他升华者啊 怀着这样的心思 正在半空中转向 闪避敌人火气射击的伊恩高呼 伊森 翻船上 金发的少年手持伊恩跳帮前 交付给他的水枪 以他的聪明才智 很快就知晓如何使用这简单的明文武器 之后就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如今 伊恩一声呼唤 他便举起水枪 瞄准不远处的飞燕地舰掌 滋 崩 砰地一声 一道暗色的燕流从伊森加德手中的水枪中喷涌而出 雪色的暗淡火柱以高压朝着前方延伸 越过雨幕 穿透水汽 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有着微微弧度的火线 火线命中舰长的右臂 那里有层层叠叠的狂风护盾保护 一开始这位飞燕的升华者还不以为意 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不对 这火焰会侵蚀原质 因为不是伊恩自己亲自试用涌浪者和妖精之翼的力量增压激发 只是伊森用原质激发增压明纹 故而火柱的冲击力很快就被挡住 但是火的杀伤力是伊恩目前来说建国最阴毒狠辣的 纵然是母巢的血肉 都会被伊森加德的血液腐蚀殆尽 更何况飞燕地的一个普通升华者 仅仅是一个呼吸 被黑色燕流命中的右臂就被烧穿了血肉 从侧面洞穿 朝着胸侧剑射 舰长的动作被打断了 而降落在船板上的伊恩又是两舰 将合围上来的几位海军斩杀 他此刻察觉到 自己被火种寄宿的左臂力量大增 而与血肉融合的摩瑞恩刚更是让这只手的原质传输和力量突飞猛进 伊恩左手挥剑 剑光的速度快到近乎无形 就连朝着他射击而来的子弹都被切开 电光石火间 阻拦在伊恩和舰长间的飞燕地士兵已经全部都被斩杀 抑或是砍断了肢体 令血雾弥漫 而被血雾笼罩的白发绍粘长剑化地 将船板切开挑起 手腕一阵 水雾斜裹着尖木的碎片 朝着面露肃然 严阵以带的舰长喷射而去 就像是线弹枪的弹药 砰砰砰 失去一臂 身体失衡 难以快速运动的舰长只能抬起握着长棍的手挡在脸前 然后正面朝着伊恩突击 堪比线弹枪威力的水流冲击轰击在对方的手背上 被护体的狂风卸去大部分力道 并没有制造出多少伤口 蓝甲蜜欢就是这样一种极其坚韧强大的魔兽 一般的攻击根本无法破他的防 但的确有效果 这从舰长放下挡住脸的手后 露出了被震出鼻血的脸庞就能看得出来 他知道自己没有等待另一艘高速护卫舰协同进攻的选择错误了 对方的实力远超所有人想象 虽然那个白知名少年没有展现出超过第一能级高阶的力量 但他的剑术之精湛谨慎 简直就像是磨砺了十几年一般老练 所以他才必须要全力攻击 因为倘若继续缠斗下去 已经失去一只手臂的他只会被谨慎的对方一点一点放干身上的血 然后不战自败 但此刻 他却惊讶地看见 伊恩并没有举起一封长剑 而是抬起空无一物的左臂 一股深蓝色的原质凝聚在他的左臂处 海浪咆哮般的声音响起 令缠绕在少年左臂处的青色金属纹路一条条地明亮起来 如若戈塞大师位于此地 他就能察觉到 以太结晶龙喷射吐息的蓄能潜奏与如今伊恩左臂处的光闻明暗节奏极其相似 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一瞬 接下来 便是挥拳 只是一记左勾拳 写裹着宛若海潮般的浩荡原质 伊恩的拳就轰开了剑掌的防御 紧接着被右掌紧握的长剑 自下而上地上聊 冰冷的长剑切开血肉 剑掌冲锋的势头被止住了 他亮亮呛呛地向后退去 鲜血敲无声息地在脚下一满 最后 他被一分为二的具体仰面倒在雪坡中 尸体撞击在甲板上的力度 令所有人都清晰感觉到了一阵震荡 伊恩也有些愣愣地注视着眼前的尸体 然后难以置信地低头看向自己的左手 这么厉害 但伊恩并没有真的发呆 而是向后一个仰跳 在飞燕地海军从自己舰长于短短十几秒内就被斩杀的震惊中越入海内 在妖精之意的支持下 他只用了五秒不到的时间 就从海面上飞奔回了高速帆船 而后 便是莎莎的回合 轰 伴随着莎莎欢乐的高呼 巨大的震荡传遍整个护卫舰船身 赛南已经再次扬帆起航 而这一次 就不会再有船能追上他们